接下来让我们聊一下拉格朗日插指法 它这个方法当然已经比牛顿晚了大概100年 其实牛顿那个方法已经不错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它的价值何在 为什么值得拉格朗日再提一个方法 真的有比牛顿的插指法还好吗 但是这边先稍微证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方法其实目前文献上好像说 最早是由华林提出的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拉格朗日写了一本 这个师范学校的数学基础教科书 那所以就讲了这个方法 所以大家就说这是拉格朗日那本书的方法 那本书的方法 那最后就变成拉格朗日那个方法 好那在数学上其实有时候为了 它比较写的比较一般性 其实都写的很简洁 通常你都会看不懂它写什么 就是说这里想要有从01到k 总共k加一个点的k次多项式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好那对于这种式子呢 尽量就是怎样 你要举个例子才让自己比较好理解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起始在讲说 今天如果是一个什么 如果是一个通过这三点的 三次二次多项式 三个点就是二次多项式 那拉格朗日插指法得到的多项式 会长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跟牛顿插指法的不同 就是说它立刻可以写出答案 就是说它答案就可以写这样子 就是一口气就可以把答案写出来 那这个就是它比牛顿插指法高干的地方 好待会呢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 为什么它会想到这样的方法 可以一口气写出来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写出这个方法的精神 好那这个方法呢 对就是这方法最重要的精神就在于 这个化繁为简 以简欲繁 我觉得这是你在谈拉格朗日插指法里面 最重要最核心要注意的部分 你如何把一个问题 拆解成小问题 然后再组回去 就是这里面我想要谈的东西 好这个这个概念呢 其实早在中国圣云地里 就是韩信典兵 已经被提到了 那这个韩信典兵是记录在这个魏晋南北朝 也是西元五百 西元五百年 五百年 所以比拉格朗日插指法当然就早了大概一千两百多年 那这个这个韩信典兵其实大概 小学的时候大概都有听过 只是小学的时候看比较简单的版本 所以一个 今天有一物不知其数 除三余二 除五余三 除七余二 问这个数是多少 就是一个余数的问题 好 那待会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韩信典兵这个问题开始谈起 好那接着呢 再让大家去感觉一下 什么叫做化繁为简 什么叫以简欲繁 好那如何用这个方式 就是把原本处理数的问题 变成处理多项式的问题 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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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